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美媒體戰又有新一輪的進展 根據美國方面的消息指出 說美國政府正在考慮 針對中國媒體的駐美分部 展開新一輪的制裁 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說美國國務院正在部署 在接下來幾天 就會將五家中國媒體駐美國分支機構 認定為外國市團 哪五家機構分別是 人民日報、環球時報、中央電視台、中國新聞社 和香港鳳凰衛視有限公司 在新一輪的制裁當中 將會受到最嚴重影響的 肯定是非鳳凰衛視莫屬 雖然剛才所提出的幾間中國媒體 比如人民日報、環球時報、中央台 在大陸的受眾都非常廣泛 而且受到不少大陸的小粉紅喜愛 只不過這三家媒體 實請他們駐美的分部機構 人數不夠多 但是鳳凰衛視在美國很多城市 都設立了這個studio 以及有派駐記者 故此鳳凰衛視的影響是最深的 在新一輪的制裁當中 美國政府會要求這些中國媒體 主動申報他們在美國的人員和資產 從而令到美國的官員 能夠了解到 這些最終服從於中國政府的強大宣傳部門 他們的運營情況是怎樣的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一聽到消息以後 馬上就在微博那裡作出回應 而且他的語氣還非常輕挑和不洩 他說 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 美國國務院正準備把環球時報 都列為外國市團 原來我們這麼重要 之前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看來美國的情報機構裡面 當然有一班飯桶 或者有不少人像老虎一樣 能夠被忽休 老虎在這裡要向中國外交部提出的意見 是不是以後老虎和同事出國 都要幫忙發紅皮的外交護照 你看看別人美國人都這麼重視環球時報 你們是不是都要給待遇 不要等我 就這樣白白擁有這個title 就是那個銜頭 還要看看美方的規定 註冊外國市團 就好像只有義務沒有權利 都沒有外交豁免權 這個是嚴重的歧視 看醫看醫 I can't breathe 我不能呼吸 實際上胡錫進在微博當中 最後的說話完全離譜 簡直是等同於在美國人的傷口上 灑鹽沒有分別 為何你還要消費George Floyd這件案件 整個示威浪潮都已經告一段落 你還要調刊示威者 還要假裝別人說的語句 抗議抗議 I can't breathe on 呼吸不了 你無非在假裝別人說的標語 無非在消費美國這件事威行動 故此前幾天 難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會批評中共的宣傳 是下流和可笑的 其實又真的批評得很中肯和客觀 老實說 你那群這樣 無論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好 或者是這位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也好 喂 崩口人記崩口碗 整天在抽美國人權的水 老實說 你中國人權紀錄也很好嗎 更何況 美國發生了這件George Floyd的悲劇之後 其實那三個白人警察馬上已經被拘捕 將會面對司法公平公正的審訊 他們是會罪有應得 他們是會獲判刑的 而且美國人民 能夠就這件這麼具爭議性的事件 走上街頭那樹 作出和平的理性示威和遊行 當然有些人趁機去搶掠 那些就是缺德 不僅是要受到道德的譴責 而且要承擔法律責任 換轉這個場景發生在中國 有些不公義的事件出現的時候 難道你會對於那些所謂執法人員 會有一個罰則嗎? 有沒有? 甚至乎當那個受冤屈的人 如果走上街頭的時候 還沒打開褲鞭拉出來 馬上就拉回去派出所 至少都行政拘留14天 再不然又告他尋釁滋事 你中國有沒有這樣的人權 有沒有這樣的自由 你去批評人家 去嘲諷人家有資格嗎? 所以這些傢伙都是不知醜的 至於鳳凰衛視 終於進入到美國政府的關注範圍 以往還可以利用香港媒體的身份 行走美國 但是 上次鳳凰衛視的女記者 在白宮記者會之上 就得罪了特朗普 人家問他從哪裡來的? 他說自己是香港的媒體 好吧 現在這隻白手套就用不著了 因為很可能會遭受到美國方面的制裁 其實人家一查就知道 雖然你只顧香港這個牌頭 但是你那些股東 或者資金來源 很多都是來自中國 故此 人家就不會將你和那些 中國的傳媒機構區別對待 接著就說說另一件消息 中共總書記 習近平在8日的時候 前往零下的樹進行考察 這次是全國兩會閉幕後的第一次 也是他在今年第六次來經的考察 這次考察去了所謂的一川一河一社區 分別是吳中市洪子堡鎮的宏德村 黃河的吳中市城區段 以及金星鎮的金花園社區 主要目的就是了解當地的扶貧攻堅情況 一說就知道 其實他這次的考察 又是反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總理記者會之上所說的說法 他說有六億人口每個月都在鬥一千元人民幣 故此惹來了各方質疑 到底在第一個一百年 即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一百周年 也即是下年的一月一日之際 能否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習近平今次再到訪這個零下考察 其實他就是要強調一點 這個目標至今仍然是不變的 也是反擊李克強的說法 其實全面小康是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而且這個標準是由中共自己定下來的 而且在中共十六大的時候是發佈過的 這個所謂小康標準實情就有分了十條的 有些就不再去細講了 比如說城鎮化率要達到五成 或者是居民家庭的電腦普及率要兩成 或者是大學入學率要兩成 因為不是今次主要爭論的目標 今次主要的就是說收入的問題 李克強就說的是收入的問題 他說有六億人口每個月只有一千人民幣 但是根據這個所謂的小康標準 關於收入有兩條 第一就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一萬八千元 在說每一年 第二 農村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 純收入是八千元 好了 如果按照李克強的說 每個月一千元 一年就是一萬二千元 如果這六億人口全部都是聚居在農村的話 其實就已經達到小康了 當然 他所說的六億人口 是不是全部都住在農村呢 當然就不是 因為之前已經有一個數據 我們在節目當中也有分享過 就是目前鬥月入一千零九十元或者以下的人 有兩乘四的人是住在城鎮的 有七乘半的人是住在農村的 如果這群人 是鬥到一千零九十元每個月 住在農村的就算是小康了 因為一零九零乘十二 就肯定超過每年八千元這個數 但是如果住在城鎮那群人 每個月只鬥一千零九十元的話 乘十二都是達不到一萬八千元這個標準 換言之這群人仍然處於一個貧窮的狀態 就上不了小康了 更加不要忘記的是 這個標準是在十六大舉行的時候定下來的 十六大在什麼時候舉行呢 是2002年 其實這個標準就已經有很多的水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就不是一個所謂Constant Price 一個固定的不變的價格來計算 他是以Current Price 即是現時的價格來計算 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現時的價格 即是現在計算多少就多少 但是如果以一個不變價格的話 就要以當年的購買力來計算 即是把通脹的因素減掉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基本上你已經很便宜了 經歷了這十八年 大陸的通脹有多厲害 大家都知道 大陸的物價和2002年的時候比較 差很遠 其實當日李克強走出來所說的說話 就是當頭棒渴 就是要一言驚醒夢中人 已經在統計學上有這麼多優勢 似乎仍然達不到當年所定下來的目標 但是習近平也是不甘示弱 他再次去得寧夏進行考察 就代表著他沒有放棄這個目標 而且在大陸很多官媒 就展示了一張寧夏脫貧攻堅成績單 是說什麼呢 就說寧夏的貧困的發生率 由2012年的22.9% 就跌到去年的0.47% 即是說 只剩下0.47的人 是未曾脫貧 故此 他肯定是未放棄所謂全面小康的目標 但是到底真實來說做不做得到呢 就不知道了 可能他宣布會做得到也不一定 在年底的時候 另外再說 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 在7號的時候去了陝西進行考察 他就說要推中鄉村振興 要消除絕對貧困等等 其實最緊要不是他說的那些事情 而是他特意去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當年上山下鄉的梁家河村的知青舊居殊參觀 他表中的意味就非常明顯了 肯定是要告訴習主席 他是站在習主席那邊的 並非跟李克強一路人馬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